俄羅斯炮彈猛攻 最新宣稱又奪下了 烏東烏克蘭斯克 離全面控制盾內刺客州的 戰略目標又進一步 但是烏克蘭依然打死不退 同樣是在盾內刺客州的範圍裡 拖列刺客這座小鎮 烏軍衝進每一棟建築物殺敵 如此地毯式的掃盪 就是為了這一刻 成功插上烏克蘭的國旗 能守住一個地方就算一個 只是俄羅斯攻勢依舊猛烈 包含札波羅勒以及基輔郊區 都遭到空襲轟炸 基輔市郊民眾是在清晨五六點 被爆炸聲給驚醒 一整晚都被空襲警報炒得不得安寧 烏克蘭不斷發出求救訊號 現在更擔心美國對烏克蘭的援助會不會隨著大選逼近 也跟著進入倒數 澤勒斯基再到華府會見參眾兩院禮秀 照理說應該要看到共和黨眾院議長強生出面 但是強生說個人行程太滿沒空間 擺明是給澤勒斯基臉色看 一連串的會面向來最實質的收穫是拜登又宣布 新一波80億美元軍援 拜登同時指示 美國國防部要將所有可動用資源優先提供給烏克蘭 而這一波新的軍援當中 還包含射程可以達到130公里的 AGM-154聯合具外武器 這是一種能在敵人的防區外 發動攻擊的遠距離無動力精準攻擊彈藥 可能是要提供給原屋的F-16戰機使用 而這一套武器 美國同樣也有對台灣提供 只是澤勒斯基這一趟華府行 也包含充滿政治考量的測試 建了賀錦麗同時也將和共和黨的川普會面 川普證實將在紐約川普大樓和茲勒斯基碰面 似乎也已經開始出考題 先說不滿歐洲都不付錢 明顯見值北約 又說在他任內 普清都不敢打烏克蘭主義 先罵歐洲再來自誇 絲毫看不出川普的烏克蘭計畫 這恐怕對澤勒斯基和歐洲盟友來說 都是一大擔憂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出席 香港人 在西伯克蘭 华 邊 從 上 在西伯克蘭 我們 每晚